如何做到一个小时被一百多单词只需两步就搞定 很简单 来今天给大家演示个单词啊 看到我们这个扭扣按钮的单词有两个意思 看看这个单词怎么去记 第一步呢我们先会读会写 好吧 所以先把这个单词读对看到音标 第一个发 这个呢读 来拼一下 好 这个呢读 这个呢直接读 N就行啊 连起来呢就是 好这是它的音标 读完音标之后再看到这个单词这里啊 为什么要看一下单词 你去了解它的发音规律 这样的话方便以后去写单词和拼单词 B直接发 U这个字母经常发 这个读音 公交车那个单词 肯定学过吧 对吧 Bus你看字母U也是发的音啊 很多种情况它都发的音 来 两个字母T呢 同意们两个相同的字母T只发一次音 直接发T就可以了 后面O和N啊 来 这两个老师兄弟想一下 它是个字母的组合 你可以把它看到是个字母组合 它放在单词最后面的时候 通常直接发N 通常直接发NN就音就可以了 来 所以你看这个单词是不是很好拼啊 很符合发音规律啊 B 好 这是我们这个单词的同意们拼完之后 我们立马试一下听音拼写 想一下啊 哪个字母发B 哪个字母发A B 对吧 哪两个字母发T 哪两个字母在最后面发N N的音呢 BUTTON 好 写完 直接回来看到这里啊 B B B 写的是B和U对吧 T 直接写两个字母T N 写O和N 这两个字母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学过有一个 蜡笔的单词的 Korea 后面也是这两个字母 也是发N这个音的 好 这是我们第一步 会读会写 朋友们 这一步呢 如果你对这个发音比较熟练掌握的话呢 是很快的 是很简单一件事情啊 如果有同学对于这个音标 或者拼读完全没有学过 也没有掌握的话 建议一定要先把音标读好 因为这个读读 经准发音很重要 很多东西就是因为不会读 所以即使你能硬着头皮 把一个单词背下来 也很快忘记 所以发音很重要啊 第一步 好 下面我一起记意思 这个单词呢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扭扣 一个是按钮 很多同学记意思的时候呢 就是要么记不住 要么就是把这些单词意思混了 那咱们第二步呢 可以帮助你精准记忆 看到这里 第二步叫单词分解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会从这个单词当中 选出一些字母 或者如果记长单词的话 会遇到一些字母组合 干什么呢 去做一些线索 用这个线索去把这个意思 联系在一起 这样的话呢 你会发现 每个单词的意思 都是很精准的 好 比如说在这里啊 我们用这个笔 我们用这个笔代表boy男孩 因为同学们肯定学过 那个男孩的单词吧 boy 手字母是b 对不对 boy boy啊 手字母是b 所以用字母b代表男孩 ok you呢 哎 形状 你看像不像这个杯子的形状啊 所以用这个you代表杯子 这个地方可以理解吧 同学们 好了 这个单词两个意思 一个是扭扣 一个是按扭 怎么记呢 好 扭扣 一般我可能会想到 衣服上的扭扣 好 那我可以想象 这样一个情景 就是呢 这个小男孩呢 他很调皮 小男孩一般都很调皮 对不对 他居然把他衣服上的扭扣 都摘下来玩 可以吧 然后玩了很久 玩累了 渴了 对吧 然后他就拿着一个杯子 去那个饮水机旁边 弄水 弄水喝 但是呢 他不知道哪个是热水的按钮 还是哪一个是凉水的按钮 于是他就随便按一通 所以单词的意思呢 一个是扭扣 一个是按钮 好 基本上 立马回到这里 同学们 看着这个单词的字幕 我们回想一下啊 B代表boy男孩 EU代表一个杯子的 像杯子形状 好了 这个男孩干了什么事情呢 他很调皮的 把他衣服上的扭扣 弄下来玩 对不对 而且渴了 他就拿这个杯子去盛水喝 对吧 去饮水机旁边 随便按这个按钮 对吧 S单词意思呢 有扭扣 还有按钮 两个意思 那么说到这里 有同学可能会有疑问说 老师 我记单词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一点一点开始 要是不是有点慢呢 这么记 其实不是 同学 有你真的把这个方法 随便掌握了 你记一个单词 就是几秒钟的事情 很快的 或者你就算是 有点慢 可能是几秒也记完了 是非常快的 包括老师教的很多同学 已经实现了一个小时 就是背100多单词 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 所以多去练习 你也可以做到 好 朋友们 这个单词你学会了吗 学会同学 记得在评论区打卡 学会两个字 如果你想系统的 也好快速的掌握全套的方法的话 你可以学一下老师完整的单词 好 我是HitB 关注我轻松喜欢英语